Hello,大家好 今天想谈一谈如何可以成功地读完你人生第一本的英文原著 那我们都知道呢 学习英文的不二法则 就是要增加your exposure to authentic English text 增加你接触英文原著 或者是一些真实natural的语言的那种机会 我觉得我在大学读英文的时候呢 我的coordinator,我的program coordinator跟我们说 每天都要读至少30分钟的英文的书籍 无论是报刊杂志也好或者是小说也好 所以呢你的exposure to English is actually very very crucial 而且呢我们的exposure一定要是针对一些authentic的English的text 就不能说是像一种就是像是textbook的那样子的英文呢 其实是不是authentic 什么是authentic呢 就是是外国人就是native speaker他们自己也会去看的一些书籍 指望他的性格之类的就很难去真正的去针对他的语言 或者是去学语言 除非你一个电视剧或者一个电影看好几次 你反复去琢磨 否则的话呢很难真的是掌握到语言的精髓 而且始终呢我们很多时候看剧的时候都会看subtitles 都看那个中文的翻译或者是英文的字幕 所以有时候呢就很难说真正的去掌握到这个语言 那所以呢在我自己而言呢我觉得读书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我还记得呢当时我跟我们班里的几个朋友就一起在有种竞争的关系吧 就是我们在比赛学习成绩这样子 然后当时我们其中一个比的项目呢就是谁读的英文书籍会更加多 我还记得我当时读的第一本英文原著是超级无敌痛苦的 因为我选了一本特别难的书去读 就想说想show off一下炫耀一下嘛 可是呢后来发现原来就是在折磨自己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呢我也总结了一些心得 就是如果大家还没有尝试过读完第一本英文原著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去选书籍 还要怎么样去读它可以更加让你去坚持下来 并且呢是让你爱上读英文书 第一个原则呢是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英文成读的书 我们选英文书跟中文书是不一样的 中文你可能可以涉猎一些非常难非常高盛的一些书籍 像我以前的同学他们在初二的时候就开始读一些很难的一些哲学书 像是尼采啊或者是一些哲学家的一些书籍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会读亚当Adam Smith的国父论 我觉得都震惊了 可是如果你要是读他们的书的英文版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第一个呢一定要选择读适合自己英文成读的书 其实呢大家可以也是可以读名书的 只不过呢你在读名书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选择一些它的一些简化版 或者它的一些简明的版本 如果你要是真的去涉猎名书的话呢 你会发现很痛苦 比如说你想读余果的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有上下两步 可能你中文方面是没有问题可以去理解它的 可是要是读它的英文的版本的话呢 你会就非常非常痛苦 这样子下来呢你是完全无法去坚持读下去 而且呢这样下去你自己会develop 一种aversion towards English books 就会有一种厌恶感 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选择自己适合你的英文程度的书 那我自己的建议呢 如果你是真的是开始读人生第一本的英文原著 我建议你从一些比较薄的书籍开始读起 而且呢通常一些self-help book 一些就是自我帮助的一些书籍 像是如何建立信息呢 如何在公众展场和演讲啊 这里的书籍会比一些fiction的书籍要容易完成 可是如果大家对self-help book 一些工具书没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读fiction的 也是可以读故事书的 不过呢我会建议你读一些 有改编成电影的一些故事书 然后你在读之前呢 可以可能把电影先看完 然后再去读那本书 这样子的话你对整个书的内容的把握会更加好 像比如说divergent的系列啊 或者是hunger games的系列 或者是harry potter这种老生常谈的这种书籍 都是挺适合就是初读英文援助者的 因为它的内容其实情节很容易去把握 然后故事也挺就是引人入胜的 所以读起来也比较容易 不过当然了harry potter有很多很多本 而且它有些书籍也是蛮长的 所以也要看回大家本身的程度如何 不过呢如果有电影改编的书籍呢 确实会比一些没有电影改编的书籍要容易读 那在fictions当中呢如果是有续集的书呢 像是这本叫做one day 这个就非常容易读 而且它讲的是爱情故事嘛就是比较容易去把握它的内容 第三类大家可以去考虑是否适合自己程度的书呢 就是一些nonfiction一些非故事性的书 像是biography或者是autobiography 传记或者是自传类的 像是讲steve jobs的书啊 或者是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人物 他的一些传记类的书籍呢 都是挺好的挺容易读的 因为呢我们写传记用的语言呢 其实通常来讲会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会倾向于一些factual information 就不会有一些非常难的一些adjectives啊 或者是一些名词出现 那这类我觉得也是蛮适合作为大家的第一本英文原著书去阅读 第四类可以去考虑的书籍呢 就是一些演讲的speeches的一些compilation 一些演讲的一些合集 像我之前买过一本书叫做什么历史上最出名的50篇英文演讲 那种书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演讲的篇幅比较短 可能就是七八页就已经finish了一个演说这样子了 所以呢这样子大家读起来也会比较容易去完成一篇演讲稿这样子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大家选书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那种有分chapters的书 比如说chapter one two three 或者是section one two three 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每finish一个chapter呢 都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 如果一本书它是像是 比如说像是历史书 它没有任何的chapter去区分的时候呢 你读起来好像没完没了 好像没有一个尽头的感觉 这样子在心理上或者自己造成一种很大的压力 所以在选书期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有chapter的书 然后呢你就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了 比如说我三天要读完一个chapter 或者是我一天就要读完一个chapter 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甚至如果你是比较忙的话呢 你可以说一个星期读完一个chapter也是可以的 总之呢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一个interval 一个区间一个时间的间隔 去让自己在那个间隔之内一定要完成这一个chapter 或是几个chapter 这样子也是可以让我们持续有这种motivation 去读完整本书 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读书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想着我既要明白说的内容 又要掌握里面所有的单词 两者同一时间进行呢是非常非常慢 而且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大家要知道你读书呢可能未必只是读一遍 如果你要真的是想去学它的language的话 可能你要去读两遍甚至是三四遍这样子 读第一遍的时候呢先去掌握书里面的内容 因为你拖的时间越长 你的信心和你的耐心就会越低 所以呢一本书正常 我们finish一本书的时间呢不要超过半个月 就不要超过两个星期吧 对就是一个正常学生读书的速度 你要是把一本书拖到一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去读它的时候呢 那你通常到最后就会没有耐心和没有兴趣 再去读它了 当然了一本两个星期可以完成的书籍呢 大概可能它的页数会是在300页到400页这样子的样子 就不会说是这种很厚很厚的书 大概两个星期可能也读不完 对可能就是两三百页的感觉 两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了 像是更加厚的书呢 除非你是对它非常有兴趣吧 像这种Dan Brown series 这个是有差不多600页的书籍 可能你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 那大家可能会问 那书里面这么多新的单词和一些好的单词 我什么时候去学它呢 其实呢我们通常读书需要读第二遍的 如果你真的是想去学它的language的话 可能你有一些比较好的quotes和一些比较好的一些section 你在读第一遍的时候呢可以大概把它记录下来 但是读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去查字典 除非那个字出现很多次 你依然不明白它在说什么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查字典 否则来讲的话呢 我们通常不建议学生去每一个字去逐个逐个查 那在读第二遍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经读那些你之前marked down下来的一些好的单词 或者是一些好的部分 然后就再去查它的意思 这样子会更加有针对性 而且读一本书的时候呢 就不要想着我把里面所有单词都要学会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想做的目的呢 是要去读尽量不同的书读得越多越好 然后通过在反复重复的过程当中呢 学到更加多的单词 其实呢有些时候有一个单词 你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它是个新单词 你完全不知道它的意思 然后过几天或是隔了几本书之后 你会发现它在另外一本书又出现了 可是当你在读另外一本书的时候呢 它的意思你可能就突然间明白了 是真的有可能的 因为那个单词出现的情景当中呢 有时候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意思 这样子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加深 对单词印象的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